每一比方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呢 记得订阅按赞加分享 也可以追踪我们的粉丝团 还有追踪我们的IG 哈喽我是米米 今天要来分享切芒果妙招 台湾夏季有好多期间限定的水果 这次还要DIY布丁芒果雪花冰 首先最推荐的是芒果环切法 适合熟一点的爱文芒果 左右轻轻扭一扭就打开了 另外一边再用刀子切一切 这颗芒果无敌鲜嫩爆汁 你们知道日本芒果超贵的吗 在台湾可以吃到爱文芒果 真的太幸福了 扭转一下子就可以拿起来 可以直接用汤匙优雅的吃 完全不沾手 赞赞大推 接下来要示范芒果花切法 先观察一下芒果籽的位置 接下来去头去尾 慢慢切出最大果肉面积 看一下还蛮准的 切另外一边 将果肉紧自切法 慢慢切尽量不要切断果皮 真实版的切水果游戏 真实版的切水果游戏 是不是蛮有趣的 正头戏来了来了 传说中的芒果花 是不是很简单 赶快学起来 爸爸妈妈们先把水果切好 客人、长辈、孩子用汤匙吃 不会吃得脏兮兮 视觉很享受、很疗愈吧 再来我们把果肉一一切下 准备来DIY布丁芒果雪花冰 雪花冰和布丁买现成的 加入练奶、巧克力米、饼干就完成了 在家动手住 料好实在又未深 也可以和孩子一起体验 好吃又好玩的亲子活动 台湾夏季有很多期间限定的水果 其中芒果最推荐这两种切法 真心觉得超实用 其他像是花形、水背切、搓成枝、斜切 最后手都会弄得脏兮兮 下次想要看什么水果切切 在留言告诉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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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